國共兩黨同聲稱讚的抗日名將 吳蓮將軍 一生經歷過幾場重要的戰役 包括石牌保衛戰 徐棒會戰 虎泥頭大戰 八二三炮戰等等 在擔任金門防衛司令官時 對金門的名聲與財政多所建術 被金門人稱作現代恩主公 文史工作者陳景昌表示 他在中原戰場上是一直這個樣子 他很喜歡玩一個遊戲 就是你認為我只有三個團 其實我四個團 所以你老婆為什麼打不贏他 因為很簡單嘛 你來打我 你看我帳上是三個團嘛 對不對 其實我有四個團 等在那邊等你 金門古寧頭大節 打斷了共軍攻占台灣 瓦解中共統一台灣的春秋大夢 對共軍來說 這不僅是一擊敗仗 而且是中共建軍以來 唯一全軍覆沒的敗仗 胡連將軍在國共戰爭中 幾乎戰無不勝 連毛澤東都對他敬畏三分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源說 小如虎猛如虎這是毛澤東對胡連將軍的評價 告訴他的這個部下這個是劉伯承的部隊 陳映的部隊說看到胡連將軍的這個部隊趕快閃 1949年國民政府破遷來台後 胡連歷任金門兩任的防衛司令 陸軍副總司令 中華民國駐越南共和國大使 最後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梁懷茂說 今天胡將軍的軍事價值跟他思想 大家如果在網路裡面可以看看的話 大陸的研究比我們台灣的研究更豐富 胡將軍一生三次戰爭 兩次都是為民族而存在 第一次就是失敗戰爭 這個要塞如果被打破了的話 我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 是日本人了 胡連將軍的孫子胡敏玥也參加論壇 他說中國留學生對胡連將軍的認識 似乎比台灣學生還多 希望台灣政府的教育 能夠不避諱地多談國共內戰的歷史 胡連將軍戎馬一生 血雨腥風 但福大命大屢次死裡逃生 晚年則回歸平靜 愛好文學和歷史 前心苦讀古籍 最後因心肌梗塞病逝台北 享年71歲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我們的烏法 記者 我 iOS 為 發現 我